儿童传染病手足口证肆虐全国 病例节节上升 许多孩子的父母忧心忡忡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拿督希迪·赛拉今天表示 政府正在研究关闭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必要性 以遏制手足口证传播 希迪·赛拉今天在吉兰丹出席开斋节活动后 告诉媒体 国内手足口证病例激增引起家长不安 妇女部将和卫生部合作 以获取有关病例的统计报告 在从长计议 决定是否要关闭幼儿园或托儿所 阻止病毒在校园传播 截至第十九州流行病学州 也就是5月14号 我国一共记录了 三万一千六百六十一宗手足口证病例 同比去年增加了15倍 另一方面 霹雳州行政议员莫哈默·阿克马指出 霹雳州的手足口证疫情 导致42所幼儿园暂时关闭 当中禁打线的情况最为严峻 占了48% 他表示暂时关闭的幼儿园当中 部分属于自愿关闭 另一些则是在1988年 传染病预防及控制法令下 被勒令暂时关闭